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师生关系 以及出国教书肯定会碰到的问题 不管是在哪里教书,总能get一些轻时代应该了解的教学理念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坚持看完这期视频解锁今日份的成长吧 上个星期有个中文老师在Q群里发问 有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问起他的生日 而这位老师从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生日 据学生说是通过老师的微信知道的 在我们的文化里,学生了解老师的生日,全名,微信号 尤其是成年学生和家长了解老师的这些信息都是非常正常的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提到过 海外留学生千万不要向陌生人告知自己的真实姓名 手机号,邮箱地址,出生日期 有歹意的人可以通过这些信息找到你的学校 从而查到你的课表,推算你的日程安排 甚至可以挂试你的交通卡,银行卡,医疗卡,查到你的租房信息 听起来甚得慌,那么在一个网络发达,文化交融的时代 教师如何在保护自己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处理好师生关系呢 长期待在国内的老师在出国教书之前要了解什么 海外教书须知系列的视频分为五个部分 师生关系,职场技巧,文化差异及文化认同,授课方式 以及其他的tips 今天先来聊聊师生关系 在澳洲上大学的时候,教授们不断地提醒我们 你可以跟学生友好的相处 但是在学生毕业之前,你们绝对不是朋友关系 很多小伙伴会质疑这个观点 别急,请听我说完 相对而言 大多数在中华传统文化心跳下成长的孩子 普遍具备诚实,为他人着想,有责任心,兼任不拔,尊重师长的品质 我不是说其他文化不好,但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师长的尊重程度,以及在学校的表现来看 华人学生制造麻烦的概率远低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学生 尤其是在澳洲或者其他移民国家的学校里 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聚集在一个空间 他们对于教育的诉求也是不同的 直白点来讲,有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灌输了 不工作,不学习,也可以活下去的观念 这些家庭完全靠社会福利来解决温饱问题 又或者有些孩子从小就认定了 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不如过一天,婚一天 有的家庭甚至会认为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社会造成的 他们所有的任性都是应得的 婚日子也好,仇恨社会也好 再加上法律对青少年的保护 这就导致了很多学生会蓄意欺负老师 尤其是欺负语言一般脾气好 个头小的外国老师 比如说中文老师 我们都生活在社会和谐稳定 教育制度相对公平的国家 很难想象这些孩子的处境和心理 作为老师我们也很难改变这样的现状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些学生 我遇到过很多不同皮肤不同背景的孩子 很直接的跟我说 我们都是被强制要求在学校里学习中文的 你应该让我们have fun 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中文 因为法律上对义务教育的要求 很多孩子被强制送进学校 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 如果我把学生当作朋友 如果我可以给学生更多的关怀 也许可以改变学生的想法 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 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首先学生们愿意听你说话 老师走进教室学生就安静下来的场景 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在很多国家或者地区 这样的场景是不可思议的 从幼儿园到高中 总有那么几个完全把耳朵关闭的学生 不是说他们听不见声音 而是从还没有见面 他们就已经开始排斥中文课了 一上课就戴耳机的 一见面就恶语相向 脸肠热粉的 甚至下雨天向老师踢水 上课向老师扔板擦的 跟他说话当作听不见 上课随意进出教室唱歌跳舞的 不是说每个国家每个地区 都有这么糟糕的教学环境 只是跟各位说一下 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造成这种失神关系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 家庭对于孩子的影响 另外就是学校和社会的影响 造成失神关系的恶化 每个学校的中文课程不但一样 有些学校一个星期30分钟中文课 有些则是每周两小时中文课 比起每天都能见面的老师们 中文老师跟学生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 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华文化的误解 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 这些人可能在做社交媒体 也可能就是学校的老师 我在不同的学校遇见过不少 对华人抱有偏见的老师 哪怕是第一次见面 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对方的极度不友好 这也就导致了学生们在见到中文老师之前 就已经抱有敌意 即使有的学生的观念被改变了 但是为了合群 他们也会选择跟其他欺负老师的学生站在一起 如果遇到这些学生 中文老师要怎么保护自己呢? 第一,保护个人隐私 有些国家或地区明文规定 教师不能向学生或者家长透露自己的私人电话 电子邮箱 更不能告知社交媒体的账号 一方面考虑到公平心 师生或者老师和家长的关系太过密切 可能会导致教师们在教学批卷的时候做出不公平的评判 另一方面也是对老师们的一种保护 老师们备课、教课已经够辛苦的了 下班以后还要随时接受学生和家长的信息轰炸 以及免费咨询 会严重影响教师的身心健康 还有一点就是 学生每一旦发现老师的社交媒体账号 日常贴文、恶搞图片和视频 也会给老师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我觉得身身私下没有交流这一点 国内的学校也可以借鉴一下 经常看到新闻报道说 班级微信群里有这样那样的丑闻 教师除了教学工作还得管理社群 哪有时间和精力提高教学质量呢 跟学生和家长联系的时候 可以用办公室的电话 或者用工作邮箱发电子邮件 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第二个 学会说不 如果不是在大学里学过这些内容 我可能已经犯了很多大错误了 有些学生会私下里跟老师说一些秘密 比如被校园霸凌 有同学偷东西 自己做了什么坏事 在说这些秘密之前或者之后 这些学生又会要求老师说 我们是朋友 请你帮我保守这些秘密好不好 这个时候请学会说不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过 有些学生会续谋欺负老师 这些秘密的真实性 讲秘密的过程 都可能会对这个老师造成不好的影响 作为一个老师可以这样回应 感谢你告诉我你的秘密 但是很抱歉 我不是你的朋友 我是你的老师 你既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 我就得把它告诉我的supervisor 规则就是规则 除非我从来没有听过你的秘密 第三 不要单独跟学生待在一个密闭空间 有时候确实需要找学生单独谈话 比如作业反馈批评教育之类的原因 在国外教授的话 千万不要在其他老师不知道的情况下 在密闭空间 比如说教室里跟学生单独谈话 即使学生自己划伤了手 或者压根没有任何伤 又诬告老师说对他做出了过分的行为 老师们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老师们可以请supervisor 或者其他老师在场的情况下约见学生 在学校操场 或者其他视针看得见的开放的环境里约见学生 也可以跟其他老师说一下 你要约见什么学生 有什么原因 大概要维持多长时间 第四 不要跟学生有身体接触 机长 拍肩 握手这些动作看起来都很平常 但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要尽量避免 在有的文化里 疫情是不能有任何身体接触的 哪怕是孙子想要拥抱奶奶也是不被允许的 教幼儿园或者小学低年级的时候 身体接触其实很难避免 但是老师们尽量不要主动触碰学生 有些学生会说 老师我只是想要have five 在了解当地文化 法律法规 校规的情况下 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情况 请老师们自行判断 这个have five 确实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还是没有必要 第五 不要分享食物 很多国家的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是需要自备午餐的 其他国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 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 学校明文规定 学生们不可以分享食物 因为很多学生对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 很多这位老师会给学生准备糖果饼干之类的食物作为奖励 我建议在此之前最好咨询一下supervisor或者其他同事 这个行为是不是被允许的 以上就是在海外教书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 遍复你认知的师生关系 以及一些处理方法 希望这些tips可以真的帮到你 我是阿图 一个想跟你一起进步的中文老师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